回国后每天都会有很多人问我 他们娘三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本来约定的是10月25号办理签证的 但是由于大使馆出现了技术网络原因 说只能等到11月1号开始办理 所以他们娘三回国最早也到了11月15号了 看着他们娘三的视频 我安静的笑着 眼里不禁的泛起了泪滑 最近我也结束了回国后奔波的生活 也回到了老家 回国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没跟我哥见过面 这次我哥知道我回老家了 他直接从太原带着我子女回来看我 也四年没见了 看着我子女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 我感觉到了时光真的非事 我哥哥和子女变了很多 四年前子女还是个小女孩呢 现在已经长大了 每个人都会长大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给了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那就是我们姐妹四个 简单的除茶淡饭 续续今年发生的事 相互关心 相互鼓励 人生都在不断的相聚分开 好怀念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光呀 无忧无虑的 短暂的相聚 哥哥呀准备回太原了 他去上班 在父母的心中啊 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出发前呀 爸妈给我哥做了最爱吃的饺子 带了很多的家乡特产 就怕孩子在外吃不好穿不好 真是二星千里亩担忧 车子开走了好远 爸妈依旧站在原地 久久的看着远去的房向 我留意 我不是